农人口中传唱的讽刺歌谣 世子们阴阳怪气的议论 对蛙湖畏惧如虎的名夫 从华亭县一路北上 越临近上海县 这种舆论上的极度不利 就越对队伍的士气造成严重的影响 这种压抑的气氛 几乎让空气都凝结了 张帖告示 三日之后 让全县百姓登城观看炸湖 府一进入上海县 提前到了的黄紫薇黄之府 还没来得及给国师介绍上海县的一众官吏 江星火便立即下达了命令 三班牙役清朝出动 在宇鹏的告示栏下 张贴了大大小小的告示 引得全县百姓都好奇来看 正好雨水小了一点 纵使街道上依旧湿漉漉的 但还是抵不住百姓们看热闹的热情 滴答滴答 清澈的雨水落在青石板地砖上 发出一阵又一阵的脆声 上海县的百姓们挤在告示栏旁边 围着那些告示 伸长脖子去看里面的内容 此地文化繁盛 十字律乃是整个大明能排到前列的 故而不仅有读书人帮着念 普通人也能大略看懂一些字 炸糊 看起来很可怕呀 有胆小的百姓们看完后缩回脑袋 也有胆大的凑过头来 哇 国师说要把大黄埔最深处的那个大壶炸掉 这 这也太狠了吧 真的吗 当听见炸糊的时候 人群之中顿时掀起轩然大波 谁也想不到 堂堂大明朝廷的国师江星火 竟会做出这般骇人听闻的事情 毕竟 只要是个人都能想到 若是大黄埔的艳色糊被炸开 那么蓄起来的洪水就一定会往外泄 官府若是控制得好 倒是能泄到影响不大的空地去 可县里参与加固上海埔两侧河地的名夫实在太多 消息自然不进而走 国师要把大黄埔的艳色糊炸开 洪水流到上海埔来 如此一来 就可以从上海埔汇入吴松江故岛 可这么搞的话 本地人的田地该怎么办 知府皇大人说了 官府会按地价给补偿 可谁知道算不算数 而且万一一个不小心 县城的城墙被汹涌而来的洪水冲塌了 可怎么办 这些想法难免在围观的百姓心中蔓延开来 然而江星火自然是舆论战的行家里首 对付南京里景清雪市的那种滔天风波都能守到勤来 如今已有心算无备 自然是有手段不治的 江星火很清楚 对于这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来说 你跟他们讲科学道理 讲家国大义 讲大明未来的发展 那是没有太大作用的 人家不会往脑子里进 但是你要是开始搞神神秘秘的封建迷信 可就是如今15世纪喜闻乐见的活动了 所以江星火早就安排好了托 在路上被王斌琴下的四个碎嘴子柿子开始两唱两和了起来 听说炸狐是国师想要做什么法师 不清楚啊 不过这样也好 国师不是有其语之能吗 听说还是化肥仙人将士 若是真的施展仙法 咱们能够就近看得明白 不然天天在城里待着憋屈死了 甚是无聊 可不是嘛 我现在只希望国师真有那本事 早日把湖底淤泥清理干净 咱们才好过个安稳年啊 听他放狗屁吧 续近声 小心惹恼了国师 连你们都被抓去当苦力 反正这次无论如何 我都会坚定的站在国师这边 最好真的能把水给治了 不然我就吃不饱饭了 上海县百姓的闲言碎语和窃窃私语的话 传到了周围里 让不少人都开始被影响了起来 国师炸壶是要做法是这个口风 不经意间吹了起来 混账东西 你们在乱嚼舌根子 别怪我手中的皮鞭不客气 告示兰周围的牙医沉声喝道 但越是如此 百姓们反而越起劲 三娃子 能是你省看着穿尿裤长大的 在这抖个什么威风 就是乡里乡亲 还不许我们说话了 牙医不言语了 百姓们反而愈发相信了这个说法 一个背着空书香的柿子站在身侧 脸色微辨问道 国师为何突然想起要炸壶 炸壶能做什么法师 而牵着眷驴的柿子 此时忽然说道 自然是因为艳色壶阻碍了风水 实在是糟糕透顶了 风水 围观百姓的眼中顿时亮起了光 不过这东西 或许很多人看书 听话本 听到过一些风水玄学的说法 可并非谁都能成为这方面的什么专家 更谈不上有什么本领 能够改变风水格局了 难道说 真有什么凶煞 背着书香的柿子 装模作样的喃喃地语道 呵呵 你果然是聪明人 倔驴柿子赞赏地望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 在下倒是略懂 在来此地的路上 已经仔细推演过了 此地乃是洞天伏地之所在 若无意外 必将扶原绵延 万代昌盛 只可惜 现在这座城池的风水割据 被艳色湖给挡了 有风无水 是什么好事吗 而且连日暴雨 街道上尽是污秽笼罩 再加上地势低洼 风水格局已然被破坏殆尽 在听他说的头头是道 陷入了知识盲区的百姓们 沉默不语 风水格局 顾名思义 其实就是利用地脉和周遭环境 布置出示意风水 形成聚财纳瑞之势 从而吸收各方福泽 望运 使整体局面趋于平稳 然而 听这么一说 似乎此地的风水格局 受了大黄浦艳色湖的影响 这样一来 风水格局不仅无法聚冷财运 反倒会导致地脉受损 以至于此地的运气急转直下 若是放任自留下去 恐怕大家未来的富贵荣华 都将不复存在 所以国师看出了 此地的风水格局有样 才要强行炸湖 疏通风水 正是如此 阙律世子欲发口若悬河 非止这般 风水顺则万事顺 江南水患 根子上的原因就是 整个江南风水不太顺 国师只需要调整山川气韵 水患自然也就平息了 在有心人风水一说的推波助澜 以及松江之府黄大人亲自提前发放两岸注定被淹没的农田的补偿金 百姓们开始渐渐安心了下来 国师要做法是改变风水格局的说法 在官府不解释不承认的暧昧态度下 还开始打通关节 提前去城墙上站地方 好把贩卖的小玩意卖的好销量 天空中依然飘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却耐不住大黄埔到上海埔两侧的大堤上 干得正如火如荼 民夫们打着赤膊 抡着铁锹 搞把 努力地加固着两侧的堤坝 在这个时候 有些工程是必须征召民夫辛苦一些的 不过好在松江府的府库还算宽裕 黄大人勤俭持家这么多年 多少攒了些钱 如今朝廷的钱粮运不过来 黄大人临时制用了府库 倒也能撑得下去 所以民夫们的工钱和伙食始终未曾短缺过 也就是这两三天临时加固的土方量会辛苦些 这里头主要的工程就包括了大黄埔 上海埔这段两岸大堤之间的水道 虽然说这段水道并没有彻底保证好不会泄水 但得益于此前的工作量 经过临时的加固 还是能做到八九成把握 不会造成意外灾难的 两岸的人员都已经疏散了 这条水道毕竟是此次平定白连教叛乱的关键 所以既要通行 也必须要保证它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在此之前 大黄埔虽然没人管 天然形成了艳色湖 随着暴雨的来临 水位愈发害人 但上海埔这一段是有人管的 过去每隔半年 上海县的支县都会组织名状修筑这段水渠 由于这次的水灾比较特殊 涉及到家园的安危 所以上海埔两侧大堤上的名夫更加卖力气了 当然了 在这种紧张而繁忙的状态下 还是免不了有人偷奸耍华 其中负责维护秩序的军校生们 带着队伍正在来回巡视 你干嘛呢 雇你来是让你偷懒的吗 张爱氏看着眼前黑黑瘦瘦的年轻名夫 正在愣愣地看着远处水位高涨的大黄浦燕色湖 不悦地问道 此人非是旁人 正是之前在华亭县县衙里 一气之下拂袖而走的叶宗型叶秀才 叶秀才自从知道了 国师非是打算不顾百姓性命 不用人力去挖危险的燕色湖 而是直接用火药炸 便明白自己是误会国师了 可此人偏偏是好面子的 总不肯再次毛遂自荐 承认自己的错误 也不想错过此次盛世 是的 在叶宗型眼里 用大量的火药来炸燕色湖 是水利史上不可不扣的盛世 开天辟地头一遭 莫过于此 以往可都是要名副一铲子 一搞头一铁敲地去挖的 一旦有个不慎 便是所有人都要被燕色湖上堆积的 滔天洪水淹没的结果 这种事情实在是不少见 叶宗型年少时 自己玩得最好的一个远房阿子 便是被失控的洪水冲走的 从此以后 叶宗型便不仅立志于考公民做官 给一方百姓修筑水利 更是时刻地钻研着这方面的学问 以备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场 而且从临时加固的两侧大地来看 这位国师或者说国师身边的人 一定是懂水利的 并非什么都不懂 这也让叶宗型一开始的气氛 消退了很多 一开始 叶宗型还以为 国师跟那些人一样 也是一群拍脑袋做决定的蠢货 然而叶宗型的发愣 却让张安氏误以为 此人压根就瞧不起他 这对于张安氏来说 可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 因为张安氏在薰柜里 靠的不是爹 而是姐姐 是因为他姐姐是大皇子 朱高赤的正妻 他才有飞扬跋扈的地位 所以平素便觉得 矮了许景昌 朱勇一头 张安氏愈发不耐 正要一鞭子抽下去 却被一个声音叫住 叶宗彩 你怎么干起名夫了 张安氏扭头一看 正是国师江星火 在宋李、郑和、孙坤、王斌、曹松等人的陪同下 巡视着大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